昨天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万斯表示 在最高法院允许纽约大陪陈团 获得川普的税务资料后 他目前已经获得了川普的长期税务记录 万斯目前正在对川普及其商业集团 发起涉嫌财务、保险和银行欺诈的刑事调查 而这些材料是刑事调查的一部分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昨天表示 如果川普能够获得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他绝对会支持川普 由民主党控制的俄勒冈州的五个县提出议案 讨论他们是否要离开该州 成为共和党州、爱德华州的一部分 引发了热议 根据泄漏的电子邮件证明 联合国人权官员在中国议见人士 准备就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作证之前 将这些人的名字交给了中共政权 并误导了其他成员国政府和媒体 引起轰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月26号星期五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昨天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万斯表示 在本周一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纽约大陪审团 获得川普的税务资料后 目前他已经获得了川普的长期税务记录 万斯的办公室发言人弗洛斯特 昨天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代理川普报税的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 回应了这项传票要求 麦花顿地区的检察官万斯 在2019年8月 向川普个人及其公司雇佣的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 发出了大陪审团传票 要求其提交川普及其公司 自2011年1月至2019年8月以来的税务文件 和其他财务记录 而这些记录跟川普的前私人律师 迈克尔·科恩有关 万斯的办公室表示 他们正在对川普及其商业集团 发起涉嫌财务、保险和银行欺诈的刑事调查 这些材料是刑事调查的一部分 川普及其律师团队以总统豁免为由 拒绝提供材料 但最高法院在去年驳回了川普的绝对豁免要求 去年7月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裁决发表意见 该裁决以7比2拒绝了川普 关于他在任期间不受州级调查影响的说法 本周一最高法院就此案 仅发出一句未属名的判决 否决了川普的请求 允许纽约大陪审团获得川普的报税资料 而且没有公布具体的大法官投票内容 同一天川普也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发声明 批评了最高法院的决定 并说这是对他的猎屋行动的一部分 声明中指出最高法院本不应该让这种钓鱼式的调查发生 这是以前从未在总统身上发生的事 最高法院的决定是让这种政治猎屋继续下去 用法律手段对一位前总统进行政治迫害 川普说两年多来纽约市一直在调查我 做的每一笔生意 包括在向美国最大和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 和会计师事务所所要他们为我做的税表 就连查党受到的国税局待遇都要比我好得多 川普还说这一切都是由民主党人 在一个完全由民主党人占据的地盘纽约市和纽约州 并完全由州长库默控制和主导的调查 因为他视我为敌人 川普的代表律师表示继续与传票抗争 并指称万斯的办公室此举是出于恶意并且要求过分 而马萨尔斯会计师事务所已表示 他们不对传票提出异议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昨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 如果川普能够获得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绝对会支持川普 然而麦康奈尔之前曾公开跟川普划清界限 但现在他又开始弱化了自己之前的一些说法 麦康奈尔在川普现任前曾公开斥责 1月6日的国会暴动案都是因为川普挑动支持者 麦康奈尔以暴民称呼闯入国会的示威者 强调他们是被川普灌输了谎言 还称川普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坚称存在选举诚信问题 在2月13号二次弹劾案判处川普无罪后 麦康奈尔却表示川普要对国会暴动案 担负实际和道德责任 并警告说即使川普被参议院无罪释放 他也可能面临民事或刑事指控 随后川普罕见的对麦康奈尔发表公开声明 批评麦康奈尔是共和党2020年大选失利的原因 并称若麦康奈尔这样的领导人继续掌权 共和党就永远不会再赢 实际上川普不停重复说明的 正是共和党在2020年选举中表现出色 从统计上常识上都不可能丢掉白宫 川普不满意麦康奈尔的地方在于 麦康奈尔对选举过程中浮现的问题全都不置可否 没有禁止做好选举诚信工作 而且更没有努力确保未来选举的公平和公正 麦康奈尔周四还驳斥了 关于共和党内部存在内战的猜测 他称众议院民主党人才是真正的不团结 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这三天 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 这是保守派每年最重大的集会 也是保守派领军人物参加的最重大的会议 今年CPAC有五大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它最重要的突出讯息是什么 和往年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就是针对去年选举发生的种种问题 以保守派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第三 中国问题在CPAC中会占多大的分量 第四 今年的CPAC是川普落难时候举办的CPAC 给CPAC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第五 川普在星期一天会出席讲话 万众瞩目 他会说什么呢 希望之声将针对CPAC的一系列的主题和专题的会议 做出完整的中文解说 那么内容都在希望之声的会员网希望之城呈现 地址就是landofhope.tv landofhope.tv 我们相信这是华人近距离了解CPAC 了解美国保守派针对目前局势的最新的应对 以及学习美国的最佳机会 那么今天就登陆希望之城 landofhope.tv 美国俄罗冈州的五个县将在下次选举期间 询问选民他们是否要离开该州 成为共和党州爱德华州的一部分 这项提案是民间组织移动俄罗冈边境提起的 该提案的发起人麦卡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冈州的贝克县 格兰特县 莱克县 马罗尔县和谢尔曼县 将在今年5月决定 其是否要推进该州的边境移动 麦卡特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这不是脱离俄罗冈州的投票 是因为一个县不能这样做 这是一项措施 显示了该县公民 希望该县官员为实现这一进程而付出努力 麦卡特说 在俄罗冈州的这些县的居民 对州长凯特布朗 在疫情管制 纵容波特兰的安提法暴力事件 以及州政府在立法时 对该州的农村县的偏见均感到不满 不过这一项提案 需要得到俄罗冈州参众两院的批准 也需要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 但目前这四个立法机构 均由民主党人控制 通过的几率比较小 大纪元时报独家报道 根据泄露的电子邮件证明 联合国人权官员 在中国异见人士 准备在日内瓦 就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作证之前 将这些人的名字 交给了中共政权 甚至被相关人员视为是惯例 联合国却对这一丑闻 急于否认 根据揭发这一丑闻的联合国官员 艾玛来利公开指出 如果预计哪位异议人士 会在联合国让北京难堪 而此人已经在国外 中共就会对此人进行频繁的威胁 甚至绑架和折磨此人的家人 被联合国交出姓名的中共政权批评者 包括关注新疆 香港和中国西部维吾尔族的活动人士 所有这些人都因各种原因成为中共的目标 多年来 联合国一直否认向中共提供意见人士名单 然而由于有关这一做法的相关电子邮件被泄露 现在很明显联合国就这一丑闻 误导了其他成员国政府和媒体 其中一封具有爆炸性的邮件 是中共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 一名外交官在2012年9月7号发出 要求联合国相关官员提供那些 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作证的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 一名联合国官员在回复中 向中共的外交官证实 中共名单上有两名异见人士 事实上已经被批准并计划出席 其中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艾莎 和被关押的中国人权律师高智盛的妻子耿和 泄露邮件证实联合国将中国异见人士的名单 交给中共的消息 在土耳其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然而在欧美国家 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这一丑闻 但联合国对揭露丑闻的举报人进行了报复 根据大纪元获得的文件显示 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些高级别官员 对来历试图进行压制 诋毁和报复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